女学生们穿制服 充满自信走在校园里头 白衬衫 蓝白格子裙 今年网路票选格子裙制服 由台南南英商工获得冠军 特别 当学校有个 那个悬杂对 露脸机会 十多年前 学生反映制服不好看 不喜欢穿 于是校方由学生自己设计 自己投票 选出最想穿的制服款式 当时大概有100套 所以校长马上只是 由学生的 碧莲会的代表跟老师们 那么就去甄选出来三套 去投票 票选出来的第一名 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套服装 另一间上榜的也在南部 高雄高院工商的深蓝大格子 领子前打一个大蝴蝶结 排名第二美 领结啊 选顺子啊 人生就很喜欢了 可是没想到还可以进全国 都能够感觉到已有荣淹 整体优雅的气质 然后也受到学生的启爱 台湾高校制服大赏 今年首次举办格子群票选 199所学校竞争比美 一二名奖落南部学校 格子花纹虽然不一样 但公通点都是蓝色基调 专家认为白衣配上蓝色裙子 比较能展现学生清纯气息 才会获得广有赞赏 记者赖冠张 胡国珍 台南高雄综合报道